我們雲端上面的第二類的PHP 上禮拜是202 202裡面的話 就是這邊有程式碼 程式碼裡面你把它展開來 上個禮拜的東西都在這裡 包含就是說 查詢畫面類似講這樣的 結果 反正就是示意圖 這個東西 這個系統 你可以把它當飯盆 因為通常也沒有人死倍 像這種東西 叫你要從頭到尾 全部做 恐怕還是很困難 所以大部分都是拿來 可能會問一些同行 或者同事 或者朋友 你有沒有類似哪一些方面的專案 如果有 可不可以提供給我參考 其實有時候會比較快 不過通常像我的習慣是 我還是看不習慣別的東西 為什麼 因為每個人邏輯不太一樣 真的你要直接拿別人的東西來用 有時候倒不如全部重來算了 為什麼 因為有的時候真的還是很憋 光看他的東西就看飯天 頂多是文件 文件可以參考一下 其他的東西大概 我覺得 還是自己有時候 有一套自己的邏輯 會是比較好的方案 那 我的那個流程大概會是這樣 第一個 就是 有一個基本的東西 第二個 這個是我們的表格 這個表格 也就是說 將來要查詢的資料都在這裡 那有些哪些欄位 總共會有六個欄位 對 對 然後 會有這些資料 那你要怎麼樣 可以把它丟到那個 MySQL 你一定要有地方可以丟 你不能說放這裡 自己查 自己怎麼查 按Ctrl F嗎 當然不對 好 那你最好的方案 我想還是要把它丟到MySQL 再配合PHP來查詢 那裡面的話 大概會有這些東西 我想這個上個禮拜講 SQL的 這個語法 怎麼樣建立會是最快的 當然 因為我們這個題目 是之前本來就提供 所以它有一個SQL SQL檔 幫你建什麼 建table 幫你insert into這些資料 那如果沒有的話怎麼辦 也許它是一個esail檔 你還是得把它建一個 在MySQL裡面建一個什麼 建一個table 先建database database一定要是這個 然後 然後再建那個資料表 再把資料 除了用insert into之外的話 你也可以用esail 我覺得有時候用esail 丟上去會比較簡單一些些 那後面的話當然有三個PHP的程式 第一個程式是form 是表單 有沒有 Action是丟給這個PHP A02-2 他接收到之後 把接收到的東西 判斷一下他是查書名 作者還是出版社 再去組那個有沒有 SQL語法 連線資料庫 組字串 然後去取得查詢結果 最後再把它秀出來 基本上邏輯是這樣 頂多是這個地方還有詳細頁面 第三個是詳細頁面 如果今天我們一樣的東西 希望把它改成成語的話 第一步當然 你就把那個剛剛看到那個 我們放在雲端上的成語 這個先下 上個禮拜有講過了 重點提示一下